對 其實日本跟韓國 它跟中國大陸官方 各方面的聯絡管道都非常暢通 所以很容易在有這些誤會 或者緊張升高的時候 有高層的管道可以怎麼樣 可以及時處理 可以滅火 現在最危險就是我們台灣 台灣跟大陸毫無任何溝通管道 而且大陸對民進黨政府的很多 要求民進黨通通都是拒絕的 所以就把台海兩岸搞成一個僵局 而且沒有任何的溝通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容易受第三者的趁虛而入 現在美國事實上過去一段時間 已經積極的在炒作台海衝突 現在25個主要軍火商都已經登堂入世了 這在世界上比較少見 然後告訴我們要怎麼樣買他的軍火 要找哪些廠商跟他合作 一副好像已經要準備打仗了 這種狀況在過去人類歷史上 大概都是快打仗之前的情況吧 那麼把戰爭講得這麼好迫切 那事實上已經把氣氛吵得很熱了 當然我想收穫最大的還是25個軍火商 他們又可以從台灣蔡英文的口袋裡 又可以掏出很多的錢 那蔡英文事實上已經掏了190幾億了 所以美國人說要什麼軍援5億 這個不曉得是這個話好像 你如果說是一個這種非常窮的國家 你給他5億的話還有話說 蔡英文已經掏了190億了 短短的幾年之間 然後你跟他講突然說我要給你5億 那這個軍援的項目到底是優惠貸款還是如何 也沒講清楚 那不過就說我們就講那個 所謂的F-16戰鬥機來講的話 那是大概80億美元的買價 那我們現在已經付了一半了 已經付了40億 40億它那個首批本來是今年要給的 就這樣到2025延兩年 那這個說實話在一般如果有一個 合理的商業合約的話 那這個光賠5億都不夠了 還有什麼 我們要強硬的要嘛 對啊 要拿來當賠款都不夠了 你這個延期 你這個等於違約不能夠如期交貨 光賠款都不夠了 40億的話 你的也不過多少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人現在 有一點把台灣當這種 好像那種非洲的土球場國 在那邊糊弄了 而這更妙的就是說 這些民進黨這些台面人物 居然就跟美國一再的唱和 而且美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次眾業兵推的海軍專家講 他說美國現在缺750到950枚的長程 攻擊的這種火箭 如果沒有缺這個的話 他沒有辦法有效的 讓美軍的空軍在安全的範圍來 來攻擊中國大陸的艦艇 那意思就是說 他現在根本不具備這個能力 美國現在庫存那樣 他說這種遠程的這種 這種空對海的這種飛彈 他現在庫存不到250個 如果現在打起來 他意思就是說 他根本就沒有能力 他的空軍必須要躲得遠遠的 沒有辦法對中國大陸的海軍 做任何的這種攻擊性的行為 所以基本上美國已經講出來 他的問題所在 台灣人台灣還聽不懂 那更不要說了 這些討論都好像在真空的環境之下 中國大陸可是有大量的核子武器的 美國敢跟一個核子武器國家動手嗎 如果敢動手的話 上一次上一個世紀的冷戰早就打起來 跟蘇聯早就打起來了 核子武器的國家彼此之間是不會動手的 只會找一個戰爭的代理人 打在領人戰爭 美國現在就是要把台灣當作代理人 送上戰場 這個已經再明顯 對 其實英國一直有一批人 是應該要廢除這個英王的 應該走上現在這個國際上 大家都是這種所謂的共和國的體制 那當然英王過去 就是說英國這個皇室 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個時候伊麗莎白二世 他表現得還算是不錯 因為他變成英國的一個團結的象徵 因為英國那個時候大英帝國事實上 也面臨了很多的挑戰 有一點光英倫三島 那個時候就 那時候愛爾蘭爭取獨立這些 把英國那個時候就基本上已經 感覺上有一點點衰落的情況 可是很僥倖的二次大戰 英國還是在戰勝的一方 所以戰後的英國 事實上還維持了他這個整個的政治體制 可是經濟每下愈狂 那一直尤其他的英鎊被美國給取代以後 英國在全世界 這個殖民地也在美國當時推波的 那個所謂民族自決那個運動裡面 那麼紛紛獨立 所以英國事實上二次大戰以後 國立以後就大不如前了 那再加上這個事實上的話 英國女王雖然本身行為非常的自治 可是他這位兒子 也就是這次登基的查理二世 過去爭議 三世了 對不起查理三世 他過去爭議不斷 然後他自己的家庭一直出現很多問題 那麼他自己的婚姻出現問題了 當然是他個人的事情 可是就是說 影響對皇室的好感 好感很多 這次他登基的時候 他的二兒子又出現問題 因為他們娶了一個媳婦 他二兒子娶了媳婦 事實上有一半是非洲的血統 所以他這個媳婦就公開說 英國皇室有種族歧視 事實上對他不太待見 所以事實上他這個老實出這些家族就出現問題 而且英國查理三世 他母親過世的那段時間 他那個時候初長大權 雖然他沒有正式登基 可是他把他母親的這些公職要承擔起來 那個時候英國的媒體 國際媒體報導了很多 他那個EQ不太好的地方 很容易在一些小事情上失控 然後就是說 斥責他身邊的這些工作人員 所以事實上他一直就是蠻爭議的 因為英國這個皇室事實上的話 現在等於受英國納粹人供奉 每個英國納粹人花很多錢養這個皇室 那這些皇室說起來生出來就是含著金湯匙 什麼事也不做 每天就創造一些社會新聞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次這個加冕 事實上整個看起來 跟我們現在21世紀走上真正的民主時代 大家都怎麼樣 都是怎麼樣 都放棄這種君主的這種 傳統的整個世界趨勢來看 感覺好像是活在另外一個時空條件底下 跟我們大家好像沒什麼關係 因為英國人有一半以上 也都不太贊成這個體制 所以當然這是英國的家務事 不過我覺得英國可能要 接下來他要面對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蘇格蘭要獨立的問題 這個才是影響到英國這個國家前途 那這個國王事實上的話 可有可無吧 現在主要外交變成主動出擊 然後非常積極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是因為國家發展的需要 還有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已經變成一個 全球性的國家 因為中國大陸跟大概140個國家 都是最大的貿易夥伴 中國的產品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 另外可是中國大陸很多原料 都需要從全世界來提供 所以中國大陸的生命線可以說遍佈全世界 那麼尤其以這個原料的供應線 對中國拉路來講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這種全球性的國家出現以後 外交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再加上美國現在是全球打壓中國大陸 然後希望把這個產業鏈 還有這個全球化的發展 拉回到兩極對抗的冷戰 新冷戰格局 那我想中國大陸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一方面在怎麼回應美國的挑戰 一方面也主動出擊 把自己的這個生命線各方面 都把它鞏固起來 那當然你不可能都靠軍事 那這個時候你國際上的這種 各種這種機制的建立 互信的建立 關係的夯實 就需要外交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可能現在全世界最忙碌的一個外長的話 那非晴剛莫屬 那還好他年紀滿輕的 你知道這種做這種洲際旅行 這麼頻繁的人 通常對身體傷得很大 為什麼你的那個時差調整 是會把你生理時鐘打亂 所以他要長期這樣工作的話 真的身體的消耗很大 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就今天在這個非洲 明天又跑到這個 他上任第一個 就是中國大陸的傳統外長的一個行程 一定往非洲去 然後接著又到處 等於五大洋這樣子跑 到歐洲也去了 那麼在中亞 不過中亞對中國來講的話 以現在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格局 來看起來的話 中亞很可能變成中國大陸前門的門口 也就是回復到漢唐時期 中國的國際格局 中國的重心是在西北 然後重點的經貿的生命線是思路 所以如果是這個格局的話 那中國的前門就是在中亞 所以我覺得在中國大陸 這個所謂一帶一路 快速的發展情況之下 世界的經貿重心在轉 那麼中國的經貿重心也在轉 所以中亞從過去中國的後門的角度來看 現在可能已經變成中國 將來很快就變成中國的前門 中國不管是貨品的出入 然後這些能源的這種重要資源的進入 可能都要透過中亞 所以我覺得上河組織在當時冷戰結束的時候 當時前期升 就主動成立這樣一個上河合作是很有遠見的 那這個機制的話 現在看到大陸就是積極在經營 把這個關係好夯實起來 合作的面向更擴大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外交是有它的策略 有它步驟 那我想就是說 中國正在很快速朝向一個 真正的世界強權這條路上走 我是比較喜歡拜登送我們5億美元的武器 因為現在白貨公司正在週年慶 如果我們買10萬塊以上 通常都會送5000到1萬塊的禮券 隨便我們去買別的 那我們台灣跟美國買了 至少上千億美元的武器 總該送我們個5億元 Savis也是應該的是嗎 應該的 應該給 怎麼到現在才在講 如果不要像台積電一樣 說叫他到美國設廠 然後要給他補助多少錢 結果等到他設廠了以後 不補助 還講了一堆條件 所以拜登如果真心 送我們5億美元的武器 可不可以讓我們挑 我主張是挑F-35B 不曉得拜登可不可以給 如果其他那些鎖鎖鎖鎖鎖鎖鎖 那都不必 我們可以自己製造 對於美軍有一些什麼 少將 中將 上將 動不動講之後 開戰會發生什麼結果 兵推一大堆 其實他們擔心的就是說 到底美軍會死多少人 那說開戰一個禮拜的話 5萬公斤登陸 美軍可能會死亡1萬人 不過他關心他們的 美國如果真的要幫助台灣的話 就要在台海兩邊 去幫我們協助我們談判出 一個和平架構出來 這才是比較什麼 務實的東西 給我們再多武器 你美軍不來 那就算了 好不好 這種好事就你們自己包了 如果台灣真的是變成烏克蘭的話 美軍在指揮烏克蘭軍 烏克蘭軍打贏了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美軍跟我們構同操作 是在指揮台軍 我們打得贏嗎 可想的事 拜託離遠一點 至於這個賴清德的反共不反中 這不是國民黨長期的立場嗎 對不對 國民黨承認自己台灣人是中國人 但是不想讓共產黨統治 所以是反共不反中 那我問賴清德幾件事情 你不反中 你先確定一下 那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主權領土 第二個 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 那如果你這兩個 兩點都沒有過關的話 你就是反中了 你就是跟所有的 中國大陸14億人為敵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你必須面對 今天大陸的執政黨 如果哪一天換成不是共產黨 我跟你保證 我舉一個例子 我曾經問過很多人說 如果我來競選中國總統 民主化的 我第一條政見說 武力統一台灣會得到多少票 10億票 起碼起跳 所以大陸民主化 對台灣反而是更大的危險 現在在阻擋 這個喊著要武統台灣的 反而是共產黨的政治局 所以有沒有搞錯 所以這個複雜情形 不能用簡單的問題來解決 至於所謂的APEC 蔡英文保證去不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APEC在亞洲 太平洋經濟什麼論壇 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如果蔡英文去 大陸絕對不會有人去 大陸沒有人去的話 就變 不是叫亞洲 不是亞洲 變成亞洲 那你們就演自己的 這戲不會唱 而且可能不只中國大陸不會去 很多人不會去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媒體吵一吵 絕對不可能 至於所謂的國軍的狀況 這兩個狀況我覺得不可同日而已 酒醉或者任何開車撞死人 然後在軍中裡面開借貸生意 兩個問題 軍中給我們的軍官或者阿兵哥 難道沒有借貸機制嗎 沒有周轉機制嗎 如果沒有的話要檢討一下 怎麼會讓軍官私人在那邊做借貸 我覺得這樣就不好 第二個他撞死人了 那就要用最嚴厲的軍紀來處理 因為軍官在外面開車撞死人 這是一個要很嚴肅看待的問題 至於所謂的這位女軍官 我問過了 平常在軍隊表現非常好 她的所謂的私人的影片 她基本上不是刻意自己去流出去的 而是好像手機送修 被另外一個人給流出去了 這樣子的責任不在他 美軍也有類似的情形 但是美軍也沒有泰除 我們自己泰除他走投無路 只要走到這個行業裡面去 就不能不說 我們是不是國軍在處理這種問題 私人問題跟大眾的公共的問題 要做一個更好的區隔才好 不然你流失一個很好的女軍官 同時你可能要留一個 有撞死人紀錄的一個士官 這樣子的國軍的士氣 會起得來才怪 所以韓國跟日本的關係 我們實在懶得談 這兩個國家不會這麼平順 你不要尹錫悦這樣很高調的 親美親到底 一路走到底 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總統換的速度也滿快的 下一任他也不能連任的 尹錫悦只想要做 韓國親美派的投擲 親美派在韓國至少有三成的支持度 一直都是如此 所以他穩坐三成的支持度就好了 其他的他只要美國保他平安下台 怎麼出賣韓國的利益 就不是大家考慮的問題 韓國人從來沒有日本人下跪 他竟然說要去考慮 100年前的一些仇恨的話 是叫日本人下跪 你說這個人有腦筋有沒有問題 這個人腦筋遲早會出事 這個拜登是真的年紀大了 怎麼會談到600萬年前 600萬年前台灣都還沒出現 台灣島都還不存在 台灣島600萬年以後 才慢慢從海底裡面浮上來的 至於這個 剛才你談到了巴菲特 談到的蒙格 談到了很多的庫克 或者英特爾的直運長基辛格 這些都是所謂的華爾街的代表 跟華盛頓代表不一樣 華盛頓是請全力在反中 而且共和黨跟民主黨在比賽 看誰更反中 所以不斷的搞這些有的沒有 可是這個華爾街看到的情形 不一樣 華爾街在紐約 華盛頓就是在華盛頓特區 他看到的是說 如果跟大陸的市場切割開來的話 他的營業也會大幅衰退 然後他的獲利大幅衰退 他就沒有能力再去支持 更大的研發費用 沒有能力支持更大的研發費用 他的產品的升級的速度 就會緩慢下來 惡性循環他的產品只有一天 可能會被大陸新興的產品 給追過去了 所以存在著這樣一個脫鉤的風險 不是脫鉤沒有風險 脫鉤的風險反而大 這個就是華爾街所看到的現象 所以包括高通 輝達要設計專門給中國用的晶片 現在英特爾好像也要這麼做 要跟這個腳步 不過巴菲特更直接了當 他就把美國股票通通賣掉了再說 而且他還賣掉了台積電 最早是賣台積電 因為他相信說台積電 有地緣政治的風險 其實說穿的就是說 美國只要用導彈 把台積電給炸掉 那就出現一個很荒唐的情形 美國要什麼 要抗中毀台 先把台積電給毀掉了 然後變成什麼 大陸上現在很多的軍事伯格 都在講什麼 講要派解放軍去保護台積電 這抗美護台 抗美保台是解放軍 然後抗中毀台是美軍 這個跟國民黨民進黨 所有的宣傳劇本完全不同 那我們簡直就懵了眼 怎麼世界變得這麼快 所以難怪八位都看不懂 先賣了再說了 所以你不能怪這些 但Joseph Knight也是我老師 他警告說 這個不要重蹈1914年的問題 1914年是什麼 簡單講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當時有一本 現在最流行的經典作品 談這一本就在八月炮國 他怎麼講 就在8月1號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會發生戰爭 就戰爭就發生了 就是莫名其妙的 因為奧匈帝國就對塞爾維亞宣戰 然後俄羅斯就總動員 然後德國就要俄羅斯撤銷總動員 不撤銷的話就要對俄羅斯宣戰 這樣每一個互相加碼的結果 戰爭就莫名其妙爆發了 為什麼說沒有人相信戰爭會爆發 因為包括當時的德國的皇帝 威廉二世還三世 覺得沒事還跑到什麼 波羅地亞去旅行 渡假去了 去渡假去了 所以很多歷史學家看到這一段歷史 都覺得這個戰爭沒有必要發生的 很多政治外交問題可以解決 那就是大家不肯坐下來討床 我給你最後通碟你不理會 你給我最後通碟我也不理會 都是已讀不回 俄乌也是這樣 對 現在呢 現在不是都是俄乌戰爭 是已讀不回造成的 現在中美之間也已讀不回 互相加了很多沒有護欄的 制約是有護欄的東西 所以這個Jocer娜有一次講說 如果像以前這樣子的話 會有一千萬人死亡 我們需要付這個莫名其妙的代價 只是因為各國的領導人 都蠢得跟什麼一樣的 所以不好意思說他 美國的領導人有需要這麼蠢嗎 其實我一再講過 美國只要在台海兩邊 做一個很好的政治架構 戰爭不會發生的 可是你偏不做 你只剩下武器而已 至於習近平主席在推動所謂財 他本來就以黨領政 因為管金融機構 有時候真的法律管不到 比如說現在美國的這個什麼 矽谷銀行 主管照常領很好的退休金 沒辦法管他 因為法律沒有限制 他們現在是以黨領政 用黨紀來處理這些 不良的這些軍管領導人 舉個例 最近的中國銀行的劉姓董事長 是用黨紀先把他拉下台 因為他什麼 生活作風不正 要嚴格管金融機構 中國才能繼續成長 所以他們以黨領政 用這個方式管是對的 英國皇室在很多人心目中 當然是光輝萬丈 但是在很多人 另外一些人心目中 可能人數不少 他就是一個奢侈浪費 腐敗的象徵 不過英國現在還有錢 花這一役去辦這個活動 就把它當作觀光活動 所以也不必 但是有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光之山本來是印度的鑽石 是鑲坎在印度一個女神像的頭上 但是被英國人輾轉的搶走了 印度的國父甘地一再要求說 要把這顆女神像上面的 光之山的鑽石返回給印度 但是英國人就是不聽 偷來的東西就是他們的 一直放在他們皇后的冠冕上面 以前伊麗莎白女王在飛軍 到中國來打鴉片戰爭的時候 當時她戴的皇冠上面 就是這顆光之山的鑽石 至於非洲之星 是全世界最大的鑽石 在南非出來的 也是英國輾轉搶得的 不管是偷來的 光之山是偷來的 非洲之星搶來的 不管是偷來搶來 都是他們家的財產 所以這個英國皇室 根本就是土匪頭子 也不用太過於去崇拜他們 至於查爾斯加冕 查爾斯過去的紀錄 我不覺得有什麼好光芒 好光榮的 英國人要崇拜他 那我們就尊重他們 只是英國現在走在 等了好久 終於加冕 英國走在衰敗的路上 他也是個重要的象徵性 至於所謂的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海灣國家的戰略考慮 當然是把中國看起來比較重 歐洲 美國比較輕 這是貿易所自然造成的 因為現在 中國幾乎就是海灣國家 最大的客戶跟建設資源的來源 這是沒什麼好訝異的 因為以前海灣國家 為什麼會把美國 歐洲 看得那麼重 因為美國 歐洲他們的大客戶 現在竟然不是大客戶了 你說要一樣的等同狀況來看待 也不太可能 至於日經講說 妖魔化中國是讓美國一無所獲 也不會 美國不是很開心嗎 不買新疆的棉花 講了一堆謊言說 新疆有強迫勞動 有種族魅絕 怎麼講個老半天都拿不出證據 是不是跟伊拉克 那個大規模的化學武器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美國人講謊言是不會後悔的 他們的國父華盛頓說 不可以講謊話 但是美國華盛頓以後的人 通通在講謊話 所以用謊話來妖魔化中國 當然不可能有所得 至於這個中國阿富汗 巴基斯坦 這一條當然對中國的一帶路 是非常的重要 阿富汗現在已經脫離了 美國的勢力範圍 巴基斯坦現在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如果有中巴經濟走廊 的確是對於巴基斯坦經濟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幫助 至於上河組織 最近在印度造極 這個時候俄羅斯跟中國習近平主席 都有可能去 普丁總統也可能去 這個時候就看 印度會不會逮捕普丁總統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美國人不是喊得很大聲嗎 希望想辦法去找國際法院 因為美國人自己就不理會國際法院 所以我們就當著笑話來看 上河組織會逐漸的 從一個反恐的安全組織 可能會逐漸的演化成一個 區域的安全組織 你就可以選擇 我們會選擇 我們